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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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请坐请坐 新来的吧 没见过呀 一份咖啡 一份提拉米苏 丢了一杯可乐 顺便告诉你们老板盛男来了 盛男 咖啡 我跟你说 男人吧 他就是这个 也许是他吗 你呢 对他不管你 好像是美军的妹妹 他对你呢 也是不管我 怎么好像不像呢 你看看你们家那个志愿 傻傻呆呆的 我说你就喜欢他这个样子 对吧 对啊 小艾来了 来 现做的提拉米苏 还有 泄膜咖啡 你的 喂 我的可乐呢 对不起 本店没有这么不健康的饮料 那个家伙喝的是什么东西啊 我说没有就没有 说多少遍了 不要在我的店里喝可乐 也不要叫我的客人家伙 老姐我就喝一点嘛 你这是一点都没变 还真喜欢喝可乐 对身体一点都不好 你不是一点也都没变 每次都那么爱管我闲事 我管你叫多管闲事 我管你叫多管闲事 你叫多管闲事 多管闲事嘛 臭丫头 你干嘛组织这么管我啊 我当然要管你了 我是你姐姐 我不管你 谁管你啊 我不最烦你 你管我 你管我也要管 你是我妹妹 我就得管你 好羡慕她没有家人啊 臭之业 坏之业 都不来找我 原来分手都会死命来找我的 这都第三天了 你呀 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不想跟她分手 还干嘛老说分手啊 这你就不懂了 女人说分手 是因为男人表现得不够 那就要好好表现啊 那男人说分手 才是真的有跟于分手 那她跟你说分手了吗 就是因为她没有说分手啊 那她干嘛不来找我 女生还真是麻烦 好了 不要自己不开心了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 女生就应该把男生丢在一边 自己开心才最重要 可是我的快乐 就是跟致远在一起 可是致远的眼里 不是只有她的工作吗 而且我最讨厌致远那种 自以为是的家伙 自以为是 说到自以为是 那你肯定不知道一个叫 英雄信一的家伙 来 我给你看微信 上次在医院的时候啊 他也在 本人比微信上更加臭皮 不用你说我看这家伙 却散发着令人讨厌的恶心气质 嗯 为了社会和谐 你看我怎么收拾她 小爱 小爱 你 你怎么在这儿 先跟我走一会儿跟你说 去哪儿啊 等等等等 不好意思我先走了 我等会儿给你打电话 哦 算了吧 早就知道你是个 重色轻友的家伙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嗯 感觉这玩意里的秘密 比潘多拉的盒子更令人期待啊 什么是潘多拉的盒子啊 就是不看你受不了 看了又倒大霉 是这意思吧 我可没说这个意思啊 你不会比喻就别瞎比喻了 来 开始吧 潘多拉的盒子 又是那个家伙 这次来这里的任务 就是我们的节奏人类的感知信息吗 只要完成任务 我们就会拥有 从智能设备问世以来 人类的所有感知 略助于逃避现实 人类就略助于上衣 正算失去最重要的感知信息 也无所谓了 真是可笑至极 让那些愚蠢的人类 提前认识你们将会的厉害 这什么东西啊 我会这样 是不是因为 我的信息码 也被江窥带走了 哼 我再也不用智能手机了 没有 你只是暂时性失忆了 慢慢会好起来的 真的吗 嗯 志凯 你怎么了 喂喂喂 你在想什么呢 没事没事 刚才说到哪儿了 我觉得呢 这个人 一定是幕后黑手 这子和上子 都是他在这里落里巴索 是不是我们 把他逮住的话 天下就能太平了 听他那说话奇怪的口气 应该很不好惹 而且他还说 我们江窥 那不就证明他也是吗 有点道理 他们到底 要人类的信息码 干什么用吗 我知道了 那个家伙肯定是敢偷窥狂 对我们私生活很感兴趣 所以 他才会偷取我们的感知信息码 这样一来 他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偷窥我们了 我这么说 是不是很有道理啊 要是这么简单就好了 饭做好了 下来喽 他们一定有更大的阴谋 不会是什么呢 你怎么看 人呢 金一 你不能走 你还没训练呢 晓晓 你一定不要全吃饭哦 欢迎来到大王集团 你们的进度都顺利吧 顺利啊 偶尔被几个捣乱补匠找到我们的信号 不过那也不影响大进度 哼 上次你指定要林志远 上都说他感知信息码特别有用 2069大理很满意 我问你有没有其他我们想不到的特别对象 可以帮我介绍一下 特别对象 有些职业因为智能化的需要在未来是被抹去的 但他们这些在未来消失的感知信息 其实对我们反而特别重要 哼 你懂吧 因为电脑智能化被刻意抹去的职业 我想 电脑应该不喜欢未来的人知道电脑是人发明的历史吧 历史 什么东西 这压得不错 历史学院榜首 知道历史很重要吗 你觉得呢 你从哪儿来有多重要 历史就有多重要 新衣 我要提高你的反应力跟敏捷度 我会从不同方向攻击你 戴上眼罩你看不见 戴上耳机你听不见 你只能靠感应空间气流来做出及时的反应 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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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走 你 以后我会更强的 有些粉丝加我 想的是我的手机 我有点事 我先走了 在户外呼吸新鲜空气 对身体很好 以后只要我有时间 就带你到处走 这个是你说的 这好漂亮啊 有种 有种 又想不起来了是吧 其实在这儿 你应该能找到一种熟悉的味道 熟悉 也有味道吗 熟悉当然有味道 你再试试 好像之前真的来过这里 想不起来了 别想了 听说你就是那个想当英雄的信医啊 没错 我就是英雄信医 有何之交 一听就是个犯花痴病的人 你是不是很多粉丝啊 那还用说 有机会见面跟你说说我的故事 如果你有什么困难 都可以找我英雄信医 算了吧 我看你啊 就是个花痴渣男自恋狂 拿英雄当幌子来骗骗小孩而已 你这家伙 凭什么这么说我 因为你这种人我见多了 活在自己的梦里满嘴跑火车 只会喊口号 不知人间疾苦 等到真正的危险来时 跑得比谁都快 喂 我心意面对敌人 从不逃跑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铠甲召唤人 有资格做召唤人 就不是省油的灯 还敢骗自己是铠甲有事 我还是钢铁侠呢 估计你也就只是想约我出去吧 拜托 我懒得跟你这没有文化的人聊下去了 好你个臭渣男 你说谁没文化 就说你没文化 有病吃药去好不好 你才有病嘞 是你啊 你刚才说我什么 我说有病就去吃药啊 你这臭渣男 你 你干嘛冒充男的 你头像还像个大姑娘呢 男人婆 丑渣男 男人婆 怎么回事啊 你吵起来了 别吵别吵 大家都是自己人嘛 这是我亲妹妹盛男 这是我的房客信一 来来来正好认识一下 拜托老姐 你怎么会有这种房客 这是做了什么呀 真是早报应 美菊姐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妹妹 真是太不幸了 完了 至凯 你来追我呀 至凯 你说 我是失忆 但我忘记了过去 忘记了感觉 这不等于是 被抢走了感知信息马吗 如果只是被抢走了感知马 就简单多了 我和信一 都会不顾一切的 帮你抢过来的 不过你就是失忆了而已 哎呀 万一哪天 我恢复记忆了 知道自己 居然是个坏人 怎么办啊 怎么会呢 人失去了记忆 但基因都是一样的 你这么善良 以前一定也是个好女孩 我是觉得 自己现在好没用啊 如果单纯按照智商高低来看的话 你可是我们几个里最厉害的 你看 我也无谁不佩服你 听你这样说 我好开心啊 我会帮你恢复记忆的 不过 也许现在的你 才比较快乐吧 怎么了 有点事 回去的路都记熟了吗 哎呀 你放心吧 我都走过 回去的路我都记得的 好 那你自己回去 小心点 我先走了 喂 新衣啊 江奎 用我新衣在 你是又想抢走任何人的感知 怎么这么才扯啊 好瘦男 你赶快来 你看他要怎么样嘛 你相信我 我说的都是真的 江奎熙虎 你骗谁啊 你听我说小爱 我 请你相信我 你们俩在干嘛呀 哎呦 是哪 你看 他就是要干嘛呀 当心 小爱快跑 我来保护你们 别 别 别过来啊 别 别过来 别过来啊 我怕你啊 告诉你 你 我太动了 出报完量 正法不易 补降开夹 合体 探索和体 正式 让人 补教 Mode completed 实际上就麻烦点而已 原来你就是阿洛伊的召唤人 阿洛伊的召唤人 阿洛伊的召唤人 黄蜂赤鸣我补教 势不可挡之勇力 阿洛伊摩托 升级 黄蜂降临 阿洛伊的召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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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 阿洛伊的召唤人 阿洛伊的召唤人 你还想继续打吗 你吃死吧 接受正法吧 王先辟空杀 后转 后转 王温破圾 问都不问主人医生 就可以随便拿走东西吗 又是你 你是谁 到底想干什么 我得让他习惯了呢 倒是你 哪里来的铠甲 管什么现实 别死人了 你应成了 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 下一次再到他们麻烦 我就朝你报仇 盛南盛南盛南你没事吧盛南 盛南 pawn 盛南盛南你没事吧盛南 你真的是凯家永世啊 对啊 我就是干嘛骗你啊 谢谢你 没关系了 小艾 小艾你没事吧小艾 笨蛋蟹衣 你们还好吧 好美的戒指啊 有我们家小艾没忙 没有 那你的工作怎么办啊 小艾 你觉得 我请假可以吗 你觉得好 我就觉得特别好 你真好 志愿 小艾 志愿 我们还是先走吧 走了走了 别应成了 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 下一次再找他们麻烦 我就找你报仇 尼克 霸王集团 乱绵 Col 却从未忘记 又怎么只能站在原地 分山园里推遷那些 生存着烂记忆 都将过海 自然为你寻找 失去的那些那些 但从未忘记 又怎么只能站在原地 苦苦追忆 却找不到 失去脚弱忠继 只是狂暴一直侵蝕一直在你失去的真理